其实最近来说 我们都知道 大家整个世界已经抗中联盟的氛围已成了 在整个中国的东边 其实就是台湾在扛 西边呢 其实就是所谓印度在扛 你说中国对于西边的压力才是真的大的 因为印度很凶 印度敢打 印度人比中国更不怕死 而且印度有核弹 对 国际关系中一个治理名言是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对 为什么印度比台湾的源头打击 更有毁灭力量 我们不是妄自菲薄 因为台湾要发展核武有很多的限制 虽然我们现在开始有中程飞弹 云风飞弹 万箭弹 使得老共虽然在福建沿海部署了 新的一些机场 但是呢 我们发现机场也要增购 或是增加很多的掩体跟防空飞弹 那我感觉说 为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呢 印度什么时候有核武呢 这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 不是发生了印巴核武危机吗 这两个国家同时跨越了核死五国的门槛 那时候柯林顿政府在卸任之前 还给印度经济制裁 听说他的核武科技是来自于苏联跟俄罗斯 没错 因为他是不结盟国家 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国家 其实理念上跟意识形态上 是比较轻社会主义阵营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 物换心仪 印度现在科技到底哪里强 第一个 他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工程师 这个号要知道 第二个是什么 他正是东西河壁 他有前苏联的武器系统 然后又买了欧盟的标风扇机 现在又购买了美国的F35相关的系列 所以他自成一家 哪个国家像他一样 我刚才说的东西河壁双效合一 好 现阶段他也知道源头打击 台湾都知道源头打击 他不知道吗 因为印度有核武 核武基本上 核武最重要是要载具 如果你核武没有载具的话 那你就只能自爆而已 你就放大龙炮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 印度的核武的载具 基本上层次鲜明 层次鲜明 有那个最短的 这就像飞毛腿 战术就叫人家短 射程好不好 不要其他的狭想 你讲论能长短 叶元师刚才又抖动了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类似像飞毛腿飞弹 射程较短 你看不到500公里 但是你知道 你不要小看这个射程短 它的预警时间是最少的 当然啦 因为是战术型 冷不防 这个就有点像 中共瞄准台湾的 东风9跟东风11系列 部署在对岸 江西乐平 500公里 就可以射到台湾了 接下来什么呢 它有5000公里 就是中程导弹 某个程度上 我们说什么叫 3500公里 到5000公里 还记得中国的东风21系列吗 那个就是以这个作为 这个5000公里 因为中意边境是相连的 是连北京都打得到的 大部分应该讲说 全中国都是它 最重要的政经城市 都是在 这个烈火5的射程涵盖范围 你看每个东西都找到对应 这个东风9 东风21 它有航母杀手 叫东风26 我们知道那个东风21叫关岛快递 东风26号称中国的航母杀手 那印度也有 烈火批 烈火批 2000公里可以打航母 请注意哦 这些啊 载具这些呢 所谓的火箭啊 都可以搭载核弹头 乍看好像打航母啊 但是它其实都可以搭载核弹头 所以你看看哦 当印度有这样的威责力量的时候 老公的反应是什么 我只好准备核生化攻击的演练 对对对 它这核生化攻击啊 大概有两种对象 第一个是美国嘛 我们美国要部署在第二岛链啊 或是美国的这个 易永宾三行 对易永宾三行 对对对 那个射程将近15000公里啊 或是呢像这些呢 战略型的这个核子 核子动力潜艇 对对对 搭配了这些武器 但那个基本上啊 威胁感没有像印度这么近 又不太可能那么风去打人家沿海城市 对对对对 印度太近那边布毛之地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 中共最近就在演练核生化 明眼都知道 哎这是应应谁的威胁 面对印度的威胁 习越时习藏军区啊 对对像你看 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报导 你看解放军核生理向敌方 这个敌还要引号 发射数十枚火箭弹后呢 未等烟消散去 迅速发动 这是他的攻 但是你攻人家 我说过呢 第一级跟第二级之间呢 你要预料人家会报复嘛 对 所以说呢 当你去跟人家攻击敌方的时候呢 立刻干嘛呢 进行核生化攻击的相关的演练 为什么 外人家反击怎么办 你问打赢的吗 外人家印度啊 采取啊 第二级 对 报复的时候 揣着蛋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躲在掩体 戴这个防毒面具 或是呢做核生化的演练 这除了印度有核子武器之外 另外一个是呢 什么印度还有什么 印度 没关系 这边 印度啊 也有空降作战军人能力 你想想看啊 这个空降作战的 这个战场经营的条件呢 是有多显的 零下20度C嘛 演练占领敌后的领土 零下20度跟 设施20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说呢 是在生存条件极差的状况之下 这演给谁看 这应该不是巴基斯坦 印度有两个世仇嘛 对 中国为什么跟印度是世仇 因为中国挺巴基斯坦 对 还有中国跟印度的 这个边界的争议嘛 对 请问演这个空降作战 在生存条件 极为险峻之下 是演给谁看的 当你进犯我中印边界 我们都知道中印边界啊 地势险峻嘛 动不动是海拔 五六千空时 而且气温 是很低的 什么叫做占领敌后领土 没有你打我的份 对 我也可以先巴制人 如果第一个 你把我的领土给占领了 我有夺回来的能力 第二是呢 针对你我之间的所有的领土争议啊 对 我有办法第一时间先巴制人 把我过去印度所宣称失去的领土啊 基本上给占领回来 所以呢 当你看 特别是印度陆军空军在中印边界的 拉达克地区 拉达克地区 那就是加勒旺首股那边啊 对对对对 就前阵子啊 对我现在对印度的地理位置越来越少了 关刀啊 一开始啊 这个冷兵器对抗的地方 举行大规模空降军演 这个市井意味有多浓厚 这个对中国来讲就是啊 美国在南海啊 对 给我进行军演 因为我们知道嘛 南海涉及的主权争议很复杂 只是南海涉及的国家很多 全世界都爱看 那这个地区就是中国跟印度嘛 但是对中国的强度跟心理效益是什么 你在我太岁上冻土 你在老虎啊 的嘴边啊 拔胡须 所以说你看 进行这样的演习啊 海拔四一千 一万四千英尺啊 对因此换算成这个米嘛 就是公尺嘛 将近四千多公尺 就是喜马拉雅山差不多高度了 对对对对 零下二十度C 然后C你看 我说印度真的很厉害 这个是苏联的 这个是苏联的 对对对 这是美国的 我说东西合璧 双效合一啊 从五个军事基地 所以说印度的科技 还有呢 它的军事的打击力量呢 从西侧 构成了对中国威胁 当然这整体的点线面 呈现是什么 印太战略的内容啊